蔡文在哈佛燕金图书馆演讲现场出现五六名身着西装高头大马的比方委案人员 紧张气氛不是没有原因,他是大陆学生挑战的鲜明目标 中文街道响起,并不费,并用流利英文得分 蔡文在对手马英九四年前演讲的同一个舞台粉末登场 英国金融时报去传出,美方高层看他会面后 担忧才如果当选,两岸会出现负面变化 现场有人引述提出了这项之一 蔡文积极消毒,从疫情以后在国家校园打对台,本间是吸引了 做票房,甚至大陆学生抢的合照,和外面卡车无缘的听众 哇,你看,今天所有的媒体对这个都有报导 然后报导的方向就是,你看,好像蔡英文主席给大陆学生当头帮的 教了他一场什么样的民主歌,方向都是往这里啦 我们还有新加入的来宾,黄创夏,大家好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把他做出来了 认为说这个大陆学生这样麻辣问 然后蔡英文回答的这样是非常有计较 就说我们的,你讲我们那个暴力不是,我们只是讲话比较大声 然后所有人都满堂才 这个大陆学生真不思想,他不晓得 在台湾,马航九他每年补助一些大陆学生每个月三万块 最多补助两个月 郑鸿怡骂他三支精 蔡英文每个月补助四万二 他当陆委会主委,比马航九还多一万二 郑鸿怡没有骂他,大陆学生都不晓得感激 然后对蔡英文提出这样的质疑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 他讲的暴力被蔡英文轻轻的发觉 其实蔡英文讲到民主,一直搞错一个方向 民主是讲的叫做众生喧哗 而不是蔡英文讲的大声喧哗 这个层次和格局差太多了 众生喧哗是说你各种意见都可以谈 各种决策的过程中 所以讲到民主的时候 蔡英文要先问问自己 你决定副手的过程 你有让众生喧哗吗 你在决定不分区名单的时候 你有众生喧哗吗 你的台湾共识是什么 你能让社会有众生喧哗吗 所以今天大陆我就觉得暴力 那是另外一个层次 好不容易 我们台湾能够最像是大陆骄傲的 就是民主 利用这个机会好好教他们 所以蔡英文应该教他们 什么叫做众生喧哗 或者是起来道歉 我们民进党当年是众生喧哗 但是我蔡英文当了以后是大声喧哗 所以我觉得蔡英文这样子才有诚意 而不是这样子好像把他当成一个八卦 呼嚨过去 其实他已经不是耍嘴皮的问题 而是这件事情里面 蔡英文不只是没有控制的人力 甚至于连民主的基本观念 他自己都在违背中 对 是我们确实也看到 其实在当天在哈佛开讲 其实有很多的内容 媒体都是 大部分都是说 他在对大陆的学生好好交换 什么叫民族 我们也好好来揭露下其中的一段话 这是自由时报今天的报道 蔡英文在哈佛开讲 他说因为中国学生提出辛辣的问题 质疑民进党跟蔡英文 处理陈云林访台 有使用暴力的偏好 蔡英文回答说 他对这位同学对暴力的定义感到很意外 其实我听袁文他好像是说 我对于你问这个问题是蛮意外的 那在民主社会当中 民进党只是表达意见的声音 他说大声一点而已 蔡英文这样子解释 其实我们可以很多的实力看看 好像也不是如此 校长 不是 什么叫大声一点 我看不懂 我记得还有人被推倒 还有警察从手上推下来 那不是 这跟讲话没有关系 你都不讲话把它推下来 更严重 那我是觉得 就算 原因也是大声一点 我觉得都没有关系 但是 进入肢体 那就是暴力的 那种暴力他必有不谈 那民进党在这一块有没有做 有没有发生 有发生 我猜这一点应该要到 我先进入国外 人家直接在问你们 那他们那边的人来台湾 被这样对待 要是我们的人去大陆被这样对待 被人家推倒在地上 然后 被人家做一些比较粗鲁的行为 包括他们那时候央视的主播不是来台湾吗 那时候是不是他餐也不能脱脱裤 那时候都是非常激烈的这个 这个行动运动 那种运动的行为 已经超过暴力的警戒线了 他把他整个的事情 划解成说只是讲话大声的一点 我觉得这个 在外国的媒体面前这样讲的话 是不但是弊动就轻 而且我觉得是 等于是 完全在做受访的作为 我觉得这样是非常不好 其实蔡英文已经花很长时间要摆脱暴力小英这个称号 那这一次又被问到这样的问题 他自己就直接轻松带过四两拨千斤 所以委员你看 蔡英文这样的方法是不是施定 其实大陆学生对台湾也没有那么全然的了解 因为那位大陆的学生可能一方面没有当时民进党抗议的足够的资料 那二方面他的身份可能也没有机会再继续追问下去 所以由蔡英文单独做一个总结的说明 那蔡英文主席很明显的 他是在避重就轻 他是在逃避问题 因为他只是说我们民进党 这抗议的顶多是声音大一点这个含义 可是顾文略也不提了 因为我想大陆学生从海外看到很多的新闻 就是说陈云林来台的遭了什么对待 张明星来台遭了什么对待等等 这些都无法去闪避的问题 所以在场的一些群众可能都是蔡英文他们同党派召集来的 所以他很巧妙的赏听问题 他们都给他热烈的掌声 但这不是一个诚恳面对问题所必要的 那我们过去暂且不谈 那蔡英文如果说定调说他们民进党只会讲话大声 那好 那以后立法院路通过一些跟大陆相关的一些法案 像ECFA这种法案 不要再找什么刘建国、苏振卿、潘孟安 几个人要标刑大家攻上主席 刘建国最近很忙 用这个方式来推倒主席的麦克风王金平 那这个可能不在于所谓讲话大声的民主定义 如果不过我期待说蔡英文主席如果真的因此改脱幻灭也不错 但是刚刚蔡委员讲到了 就是什么叫暴力 张明星被推倒 这是自由出发暴力 王定宇因为推倒他被判四个月 然后同案令六名被告被法官认定出案妨碍自由罪 这些人通通都有罪 就是说你是不是暴力 法院已经把你定掉了 就是说那看了那个录影带 除了他们的支持者之外 全国也都定掉了 看了录影带你就把人家推倒 所以法官认定王定宜他伤害张明星的不缺义固定判刑事 有这样的判决 你就知道蔡英文在那边讲 我们讲话比较大声 如果那时候没有录影带 张明星被推倒如果没有录影带 照王定宜的讲法是什么 他被孔庙那个树根半倒 对不对 先秋意头发的说 我是很尊敬他我要去跟他合照 不小心把他弄到 我们看所有的照片的录影带 不是 就是说那些人都很会讲 你碰到没有录影带的 通通有他的录影带讲法 可是录影带拿出来 就是所有的录影带两天 所以很多这个 我记得当时那个镜头 是让大家觉得有点危险 因为张明星他个子又高 也不是年轻人吗 如果摔出什么民党来 恐怕很困难 那那个时候 就是会对台湾来讲 造成很大的问题 那那个时候是民进党最低潮的时候 那民进党最低潮的时候 他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凝结 或者是来发泄 他们对这个正情上的一种 感觉到一种封闭的这种情形 那今天我们看 当然蔡英文就说谎 可是我觉得他刚才这个对答 回答对方的问题的时候 其实他最重要的是他很不诚恳 他非常的不诚意 那我真的是最近 因为我在找一些蔡英文的资料 那有一些民进党的比较年轻的人士 我跟他们谈 其实他们跟蔡主席开会久了之后 就有一种感觉 我这样看就看出来了 就是说他讲话常常目中无人 就说他不把发问者当成是一个可以尊敬的对象 那其实不管是大陆的或者是什么台湾来的 那第二就是他答复的内容是不经过大脑的 那完全是不经过大脑 一个伦敦政经学院毕业的法学博士讲这种话呀 说这个Lauder就是民主啊 那这个可能是不知道牛头不对马嘴 说这是他最大的问题 但是蔡英文主席 我觉得他现在就还剩118天 你刚刚讲118比较那个比较让人记得住 但是问题是你继续走下去的时候 这种场面会越来越多 现在在那边非常紧张的 这个有点那个捏拔冷汗的 是民进党的人吧 是 确实我们过去也看到 其实蔡英文常常出来讲的一些话 跟他过去做的事情不太一样 包括我们其实发现 刚刚董哥说有影片 所以他现在承认嘛 那么很多东西 其实我们听说影片他还不承认 所以其实蔡英文在过去 其实就是有机可考 所以他现在说我们其实只是讲话比较大声 我稍微补充一下 我刚刚看到影片我吓一跳 蔡英文讲话我一点都不惊讶 因为她本来就是这样的人 我惊讶的是她讲这段话以后还有掌声 这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我们学校跟韩国有交换学生 假如韩国的交换学生到我们学校来 因为这个韩国跟我们之间有些事件 结果他们的学生被我们学校的学生把他推倒 然后在吃饭的时候被我们学校的学生对他不礼貌 而且都有证据 结果我去韩国跟他们学校开会 他们的学生问我说 我们学生去你们学校有没有被你们欺负 然后我只是说 没有啦 我们学生只是对他大声了一点 我现场一定被所有的人虚 然后再来呢 我可能在那个地方都会受到危险 为什么 你当校长的人不能够照顾好交换的学生 两国交战都不斩来死了 大陆的朋友来 如果说毒派人要去抗议我完全赞成 这是言论自由 但是你不能让他人生自由 你不能用暴力的任何行动都不应该要有的 你已经做了就应该道歉嘛 你不但不道歉 还说这只是讲话大声一点 已经完全违背事实 最可怕的是现场的人还鼓掌 我觉得你只要是人 觉得这是不对的 这种话就不应该站在党派的立场说 好像毕重就已经过去就过去了 好像这样很棒 这样是完全丢脸丢到国际上 对啊 但是鼓掌是因为说 蔡英文帮我们呛了那个大陆的 心里是这样想啊 对不对 管他的示威或者真相是怎样 大陆人既然敢挑战 我们民进党的蔡主席 给他排行 然后大家鼓掌 其实他现场的气氛是这样 但是大陆人你不管喜不喜欢 他讲的对不对 他讲说 陈一年到台湾 陈一年到台湾 你们对他使用暴力 这个是一个风话吗 你怎么去解释 他讲这个其实是 没有说什么情绪又什么 你看他哪有什么情绪 你光看他的彻影就长得像陈姓宇 怎么会 这不是同一国了 对不对 那蔡英文还要用东扯一句西扯一句 又有一堆人替他鼓掌 然后讲起来 我就觉得说好像 他把台湾的民主 然后讲出来去教导大陆人 我们就是讲话比较大声 所以这个大声就是民主 你们大陆比较老后 没有经历过民主 不晓得这种就叫做民主 他是这个意思 这个我们必须了解 大陆当然是相对我们台湾 是比较不民主 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可是我们要去面对一个 另外一个客观的事实 大陆拍到哈佛大学去念书的学生 都相当的优秀 他们也有机会带领大陆未来 在重塑西尼泊的民主运动 或者民主的改革 那我们就与现场的那位女学生 英文发音 我们知道这个英文发音 是非常好的英文发音 所以她当时问的问题 也非常的polite 那我要提醒的就是说 蔡英文在那个场合里面 事实上不需要去扮演一个 为民进党辩护的角色 她在扮演是一个 未来台湾一个更积极的领导人的角色 可以借这个机会 去跟大陆人士做对话 不要那么很简单 只把问题回避就好了 她就很坦诚承认说 我们民进党在台湾的 民主发展过程里面 的确有很多不成熟的行为 那这个不成熟的行为 希望未来大陆在推动民主的时候 能够继续我们类似的教训 我们一起来互相学习 它的整个格局就放大了 而不是各位去掩饰 我们民进党没有这回事 我们民党没有打人 没有推人 等于我们民党只是讲话 大声一点而已 就失去了她当场 做一个格局比较大的领导人 应该讲的话的内容 对啊 其实在民主里面 有时候都会被呛 金普中 也有人呛他说 根本没有九二共事 就是有人也这样呛他 那都会碰到 但是我觉得 碰到看你怎么应对 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格局 很多朋友在线上 基隆吴先生 吴先生你好 蔡英文的博语跟英文相当不错 不过本位主义太重 就是她说她的父亲有大小老婆 处理得很好 因为她处理得很公平 所以大小老婆相处很好 可是认为世界上有哪个大老婆 大老婆的子女 会认为她父亲可以处理得很公平 所以说会处理得很好 这就把本位主义太重了 谢谢 好 谢谢 我不知道你说什么 台中黄先生 黄先生你好 你好 是黄先生 我有问题 书家犬买融色 了不起话五千万 而且是合法的 连赞的一瓶大价不用一亿吗 连赞文的地堡不用两亿吗 你们怎么都不提呢 是 好 谢谢 彰化的顾先生 顾先生你好 蔡主席在美国的表现可圈可脸 你们应该为她鼓掌才对 不能有吃味的味道 因为你们的表情我看得出来 因为你们的资金补充在美国国务院根本不理你们 因为只有蔡主席的团 大家都资金补充是来乱的 大家也不知道 对不对 是 好 谢谢 高雄的苏先生 苏先生你好 泛男选民不投票 民主金光党哈哈笑 讨厌他暴力贪腐的选民 应积极出来支持马总统连任 不要让暴力贪腐笼笼罩 好 谢谢 其实各种意见都有 但是我们看到 蔡英文这次去美国 就台湾嫌疾都很奇怪 两边阵营一定要去美国 那国民党这边因为他是现任执政 总统跟副总统候选人 美国没办法邀请你去 因为没有邦交 那蔡英文可以去 那国民党这边也派了金补充他们去 就是曾永泉跟金补充 那去以后 当然大家各自有一些表述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很好先导台湾民主的机会 不管你对美国人或对那边的大陆的朋友 就说我们的民主 台湾的民主当然是比大陆还扎实 还令人家世界各国尊敬 但是如果蔡主席是用这种东西来面对 那会怎样呢? 董哥我讲一下 这个我们现场有两个哈佛的 所以我就不针对哈佛办法去做批评 林婷你知道是谁吗? 待会我再告诉你 但是我先补充一下 这个是民进党最近在各电视台拼命打的广告 这广告是什么? 在讲老农民 农民很可怜 去有没有研究修理 国民都不照顾等等 所以他们说老农的要很公平 要很公平就很好 一人发一间 我们不是有很多农民吗? 几十万农民一人发一间 你管你什么自耕农 什么农的一人发一间 民进党做得到吗? 所以我叫苏家权退选 是刚好而已 其实如果 以我的标准这个是应该拆掉的 就是邱毅讲的 假农社真豪宅就拆掉 而且所有的 包括刚刚讲宜蘭很多盖狗农 应该全部拆掉 我刚刚讲说我不讲哈佛大学如何如何 但是记得蔡主席之前去世新大学 世新大学的路深也有很多意见 董哥我讲一下这个人 这个人就是昨天 因为刚刚有很多听到观众朋友讲 这个人就是昨天呛问金府中的人 这是哈佛的一个教授 那名字就不重要了 但是重点在哪里? 自由时爸爸做头版显然很得意 可是后面有一段很好我来念一下 李敦这个教授 15日晚上为蔡英文在哈佛教职园俱乐部举行欢迎酒会 大家看懂了没 这个像金府中的人 当天晚上在club办了一个酒会 他们俱乐部办了一个酒会 然后欢迎蔡英文 可见他埋伏有多辛苦 就跟埋伏要扣音给你的一样 明明看我们讲的都很荒谬 一直在电话旁边等着扣音 所以大家如果了解到 因为这个也是自由时报群 所以感谢自由时报告诉我们说 原来当天晚上蔡英文的欢迎晚会 是这一个李教授办的 那我相信那答案就很清楚了 所以人家教授都认真了 怎么早去埋伏 我们学生要打工这么勤快 就不要抱怨薪水太低了 对不对 我要讲一下 刚才会问的点到我们哈佛大学 我是哈佛大学正规学生 母校讲点话 第一个 今天不管是蔡英文也好 金普中也好 都不是哈佛大学正式邀请的演讲 我先确定这个前任意 他只是到哈佛大学去演讲 不是哈佛大学邀请他们去演讲先确认 那蔡英文是一个叫做Fairbank 费政卿中心 安排了一个请很多学者 或者来跟他聊一聊的这么一个活动 因为哈佛大学你是学生也好 你是校长也好 你只要跟学校申请房间说你要办什么活动 就是社团活动 讲客气一点就是社团活动 教授跟学生这种活动都可以邀请校外人去演讲 我干过这个时候 我曾经邀请过前部去我们哈佛大学正午宣演讲 所以没什么特别的稀奇 不关于哈佛大学演讲 就是什么特别 什么是要关于哈佛大学 那不公表 再加上解释 因为我上个月刚好去了哈佛大学 那也带了十几个朋友 那我到了甘乃迪政府学院 就是金普聪他这个演讲的那个地方 跟一位张伯根教授就是张光直先生的儿子 开了一个座谈会 我们是谈这个未来的这个国际经济 跟中国跟台湾的政治发展 另外我也去了燕京这个就是费正清研究中心 大家看到那个画面 那个建筑是非常有名的 因为它是贝宇明设计的 那在这个哈佛大学 但是这两个地方 其实都不在哈佛大学正中校园 不是校本部 它是在外面 所以连哈佛大学的校警 他可能都不知道费正清研究中心在哪里 那甘乃迪政府学院 他有一个学院 可是他还租了一个大楼 那据我知道金普聪应该是在租的大楼的 就是不是学院的部分 哈佛大学他基本上是不涉入政治 那像这个李教授这种表现是正常的 因为在哈佛大学里面 本来这个绿营的人就比较 比较声势比较强大一点 那我倒觉得 我倒觉得费正清研究中心 你知道我去费正清研究中心 我们在那边看到他有一个 China Fund里面非常多 中国大陆来的这个优秀的男男女女 他们并没有发动出来做一些政治上的这个作为 那这个倒是可以解释 第二讲到金普聪这一次去美国 刚才另外这个听众 其实是比较普通的 非常的肤浅的反应 看外交这么简单吗 金普聪是什么人 他是执行长也罢 但是在美国来讲 他最重要的 他是马英九的非常非常亲近的幕僚 未来马英九2012年连任 你跟胡锦涛习近平要维持什么关系 F8都签了 你要不要 维基解密都说你们要这个 要访问了 你的态度怎样 我认为 其实金普聪最重要的任务是这个 那当然他也有跟这个 蔡英文有对阵的这种感觉 蔡英文是赞业党主席 他到了国务院 到了五角大厦都没问题 但是蔡英文知道吧 我们这个两边的交往里面 有非常多奇奇怪怪的规定 这个官员不能到那个办公室 那个官员不能到这个办公室 所以就是说 我不懂 我觉得国民党方面 就在这个 这种说明里面缺乏一些 外围人士对这种 这种事情的这个说明 那不管是谁表现好 或是不好 其实这次的美国行 它是有基本意义的 那媒体之间 可能对这件事情 也可以做一些解释 那维基解密最重要的 我要问这个国务院 为什么维基解密 在八月三十号解台湾的蜜 你明明知道 九月十号 金普冲要去了 蔡英文要去了 维基解密 真的只是恐怖分子的泄密吗 我怀疑 嗯 对啊 但是其实我们跟美国 选举里面都会有非常多接触 四年前选举 也有一个哈佛大学教授 维文记得最清楚 医协宴的 他出来说周美清偷报纸 然后有一些东吴大学哪里的 陪他出来开记者会 然后官司 当然周美清就告他告赢了 叫他赔钱不赔 那到目前为止 你有时候还常在电视上看到 那个替哈佛大学 医协宴教授背书说周美清偷报纸的 那些还很活药 在我们的名嘴圈里面 那哈佛大学的教授 现在那个人去哪里 不知道 出来做了一彎公诉 所以很多事情你要看到 直接看到了 那才是真的 等一下我们会提供非常多的发片 让你看看什么叫做暴力 马上回来